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放在酒瓶旁边 对一个六岁孩子醇厚的爱就用白酒吗 这张照片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 只有大家都去保护这个权益的话 让他的违法成本变高了之后 他才不会再去做违法日期 男子花百万购买豪车 火料车子在无任何撞击的情况下 八个安全气囊全部弹出 男子欲退车却遭拒绝 他该怎样维权 你说他检测是他自己 这个运动员是他自己 你说这个裁判也是他自己 难道说每次您的车子有了任何的问题 您非要让厂家再派一个工程师给您维修吗 这个事情的发生 是不是车辆本身有质量问题没有确定 导致你的事情拖到了现在 大龄女青年拒绝相亲 操心老妈花6.8万购买浪漫偶遇服务 谁知没找到高富帅 却屡屡被奇葩深夜骚扰 欲退款遭拒 对方称已尽力 天价服务费到底能否追回 他说的挺好的 可是呢 七个月了 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说我女儿眼光挑剔 一切没有对上眼的偶遇 都只能叫遭遇 你都不知道他有没有资质 他这种精英对不对 这种方法都是什么人 把钱就给他了 花这么多的钱买了一个骚扰 追性女孩未见偶像剧组求职做助理 应对方要求交了万元保密费 半年未发工资 而今无处所要 她该如何维权 每天给我的工作就是演群演 甚至说演死尸 大半年的时间 我聊偶像的面根本就没见到 姑娘 你这么好骗的话 以后真的要小心一点了 我告诉你 我不但地球的理由可以编出来 火星的理由我也给你编出来 真的火星我有亲戚 我告诉你 男子未愁十万彩礼 无奈向岳父借钱 婚后岳父又将十万彩礼赠予二人 如今双方感情破裂 准备离婚 谁让女方却拿出欠条 让她还钱 尴尬境遇 她该如何处理 你借这个钱为了娶媳妇 媳妇你娶到了 所以您该还这笔钱啊 我老丈人在婚后 把这个十万块又给我们 让我们补贴家用的时候 说不用还了 不用你还的时候 你怎么不把那个借条拿回来呢 每周三晚九点十五 山西卫视顶级咨询 顶级咨询用法律解决问题 欢迎收看大型法律咨询服务节目 顶级咨询 我是李爱 首先欢迎四位全国知名的大律师 欢迎你们 绿正强威崔爽 演员金巧巧 名誉侵权案代理律师 擅长合同法 公司法 以及知识产权法 绿正先锋 月深山 曾代理六小灵同 肖像权侵权案 擅长各类民事诉讼 和公司业务 航空界第一律师张喜怀 擅长航空领域及婚姻案件 代理王宝强迷婚案 李天一案 世界首例水污染空难所回案 情变传奇前列扬 主要职业领域为 刑事辩护 刑事诉讼 曾代理刘晓庆公司涉税案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嫌受贿 滥用职权案 等多起国内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 我们经常都会说 父爱如山 但对于今天的这个案例来说 我们也可以说父爱如伞 今天这位求助人 因为一张给儿子打伞 自己却淋湿的照片 在网络上走红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雨伞爸爸 这本来是一件挺正能量的事情 但是雨伞爸爸 却因为这张照片烦恼不断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马上有请第一位求助人 2015年 一张给儿子打伞 爸爸全身湿透的背影照 在网络上走红 照片的主人公刘先生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雨伞爸爸 意外成为网红 使刘先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却也因为这张照片烦恼不断 今天刘先生来到了节目现场 他又带着什么法律困惑 来咨询各位律师呢 我承诺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大家好 我是刘乔来自北京 请说出你的困惑 大家可能见过这张照片 两年前因为在纽约街头 给儿子打伞 我被人叫做雨伞爸爸 当这张背影照火了之后 我就在很多地方 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今年父亲节的那天晚上 在上海的一位朋友 他告诉我 我又在地铁站看到你的照片了 然后立刻手机拍下发了过来 我一看就愣了 我和儿子的这张照片 被放在了某个知名的 电商平台的酒类广告上 当天晚上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有两件事情想不通 第一 这些商家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就能如此的侵犯肖像权 第二 我该怎么做 我是不是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谢谢 各位律师 这张照片是谁拍的 是在纽约街头一位网友拍的 那么现在这个照片的著作权属于谁的 是属于我 他签署了转让协议转让给我 给他支付费用了吗 没有支付费用 因为这个我们商店好是用作公益 教育公益之用 你向社会公开过这个照片只能用于公益 这样的作为著作权人 你有过这样的做法吗 我没有向社会公开过说 这个照片只能用于公益 但是我想呢 这个有一个起码的对个人的尊重和保护 你这个照片 这个发现这个被侵犬以后 你是否通知了有关的商家 是的 我们发了律师函 在您向商家或者是这个平台发出通知之后 这个照片或这个图片还呈现在这个商品上吗 还在网站上有呈现吗 后来我们发现呢 他撤掉了这个广告 你自己有没有用这张照片和其他的商家 做一些经营性的收益性的广告或者活动 从来没有过 以方联盟两位老师 不管是做公益也好 或者是您当时在给儿子撑着一把伞也好 其实最早的时候心是单纯的 就只是想遮蔽孩子 然后保护孩子 出于一个父亲最单纯的爱心 对不对 是的 那么在这个广告上也没有扭曲 这是一个父爱之情 因为我注意到了 他有一个广告词 不完美的父亲完美的爱 当他在使用这张图片的时候 他依然是在完整地传递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是这样觉得的 他没有在跟我作用任何沟通的情况下 就擅自使用这张照片 用于盈利的目的 我觉得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确实2015年我看到这一张照片的时候 也被他深深地感动了 温暖了 我不止一次在电视和报纸上评过这张照片 今天大律师都在 背影数不属于肖像权的范畴 至少在我看来 我们做媒体的 我们有时候把这一些肖像权的保护 如果出现在电视报纸上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的脸部打上马赛克 那这就是一种保护 但现在确实 这张照片我们所看到的 只是一个背影 余老师其实说出了 可能很多观众的心里的想法 这个背影跟脸部的肖像权的问题 然后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广告片 到底有没有侵犯到 我们求助人的这个肖像权 请各位律师帮忙解答一下 这个事情应该说呢 他侵犯了两个权利 你有两个权利呢 在法律上可以保护和主张 第一呢就是肖像权 第二呢就是著作权 刚才我们注意到了 著作权肯定是属于你了 那么著作权的使用 也是要经过著作权人同意 如果做公益 那要说明 如果做盈利 那显然 有没有给著作权人相应的报酬 或者达成的一致 那肯定是侵犬的 其次呢就是关于肖像权 肖像权并非单纯的指面部 是的 对吧 肖像 那指所有的人 人体的全部 是的 但是我们还注意到了 刚才你回答一个问题 告知没告损 通知没通知 这些网络和商家 如果这些商品都已经销毁 删除 而且很及时 那么就是我们在著作权保护 和肖像权保护上 有一个避风港原则 我要主张我的权利 那他立即纠正 这种情况下呢 就在侵犬的责任上就可以免责了 那么第二个原则叫红旗原则 那么标在这儿 我这个只做公益广告 不许别人做别的 你已经声明了 别人就不受避风港原则的保护了 所以呢 这两个原则呢 你也要考虑 好的谢谢 我补充一下 我们说避风港原则 针对的是网络平台 平台它可以适用避风港原则 但商家它不适用 另外一个呢 即使说它撤下来了 或者说以后 它不再用这个广告了 但它之前只要使用了 就构成侵权 你就可以向它来主张赔偿 关于刚才律师谈到的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他有什么样的渠道去发布 我现在宣布对某一个东西的著作权 或者是肖像权 它该怎么办呢 是这样的 你去不去发布说 我这个用不用于公益 都没有关系 只要是你的东西 在未经你允许的情况下 被别人使用了 那都是侵权 无论它是公益的 还是商业的 公益的你也没有经过我同意 对吧 你可以要求它撤换 断开链接 但只不过是说 公益的和商业的 在对于您的赔偿上 可能区别会比较大 好的 所以其实 我今天也主要是想 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 能够给大家唤起这方面的想法 我觉得您最好的唤起方式 就是您去告那个酒家 然后拿到钱 然后公布出来 然后大家知道 我维护自己权利的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我能够拿到 我应该拿到的收益 这才是唤起的最有效的办法 所以我们支持你打这个官司 而且一定是能赢的 好不好 好 谢谢 听了顶级咨询 各位律师的建议 我对维护我的权益 很有信心 我相信 这不仅对我个人 而且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都是一个奇迹 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 我说的每句话 都是真实的 大家好 我姓范来自北京 请说出你的困惑 我的困惑就是 我有一个36岁的女儿 事业有成 年薪几十万 但是呢 她现在还有单身 她特别反对传统传统似的 介绍对象的那种方式 她要追求浪漫 可是呢 我呢 我真是有点无奈 经朋友介绍呢 有这么一个 单门给年轻人设计这个 偶遇的这么一个策划一个团队 后来呢 我一问呢 要六万八 我也是爱女心切吧 我就买了她这个团队的这个服务 她也承诺我了 说要制造一些电影院的那个邂逅啊 咖啡馆的那个 一见钟情啊 还有商城的偶遇啊 她说的挺好的 可是呢 七个月了 到现在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我觉得 有被蒙的感觉 我就想 请问这个老师 我能不能 把我交的这六万八 给她要回来 好 各位 你跟她的合同约定 如果办不成就退费吗 我们没有签合同 那个只是朋友介绍嘛 然后就是口头的 然后那个钱也是转账转的 没有什么协议 那她真的给你安排什么 电影院邂逅啊 这之类的情况 确实发生了是吧 给我们介绍了几个都是 有点不靠谱 就是怪怪的 就是介绍了 差不多就也就三个吧 有一次 好像是 还是出去买菜的时候 路上碰到的 还说是我女儿的大学的校友 要了电话以后呢 晚上骚扰她 打电话 什么 诉她的情史啊 说她的那些困惑呀 还有说 她的什么理想啊 什么就 反正是烂七八糟的 什么都说 影响我女儿的生活 我女儿也在埋怨我 就是我觉得 我们母女俩的感情都不好了 她知道你花六万八的事了 嗯 现在是知道了 那个 我真的没辙了 当时买这个 花这六万八的时候吧 她说的 这个六万八千八呢 就一步到位了 一步到位以后呢 能给你找一个 那个就是说 金归序啊 包括电视剧里的 像现在那个 我的前半生里边 那个什么什么 韩的那个 就叫 赫韩 赫韩嘛 说能给你找一个那样的 那现在来跟你 女儿偶遇的这些男士 你没过过目吗 他们这些团队策划 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 提前说是跟我商量好 让我跟她做内应 然后让我配合她 我给她 我提供我女儿的 什么行踪啊 上下班的时间呀 还有 路径什么地方啊 我给她提供了以后 他们就没再理我 然后就突然骂出一个人 有一次 我女儿周末 喜欢开车出去玩嘛 然后她派一个开车的人 跟踪我女儿 然后最后就变成飙车了嘛 那个路上也很不安全 就是我觉得很可怕 好 我来总结一下 也就是说 您交这个钱的时候 她就跟您说 能给您找个金归序 大概就像赫韩那样的 没有再说具体的标准了 之后呢 她在给您女儿 安排这些偶遇对象的时候 也没有让您把把关 没有 安排的这些呢 您又都不满意 对 她给您这些承诺是 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沟通的 应该是电话谈的多 我们面对面也有谈 面对面谈了好几个小时呢 钱是直接给了个人了 对吧 全款打到她的账户上 也没有什么收据啊 什么都没有对吗 没有 就是因为朋友介绍 可能她忽略这一点了 也没有签什么书面的东西 一切没有对上眼的偶遇 都只能叫遭遇 虽然是你们精心策划的 但你不能够因为之前的失败 就认为这个公司 不会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头 终于可以给她找到一个 顺眼的 对得上眼的偶遇的那个人 如果不经过一些失败的 她怎么会知道 你女儿就不喜欢那些方式呢 你女儿喜欢别的套路 但这些套路不汤 怎么知道呢 但是我女儿36岁了 她已经贪不起了 我觉得是您女儿不急 您太急 您太急才导致您女儿 还必须要经受这么多的惊吓 36岁她想结婚结婚 不想结婚不结婚 但是您却觉得 这是一个必须得完成婚姻的日子 所以只要能拉来一个女婿 你仿佛就觉得人生圆满了 其实您能看中的女婿 对您女儿来讲也是遭遇 因为她在等她对的那个人 但是作为母亲来讲 我相信所有的母亲 都会有这种母爱 谁的女儿不找对象 谁都会着急 这个不是我的原因 将来我女儿不找对象 我就不着急 随她 她爱干嘛干嘛去 姥姥到敬老院陪我一起玩 那我尽量向您那边学习 大姐 你听我说 偶遇是能够策划的吗 偶遇是指不经意的相遇 和未尽安排的相遇 那么你现在居然相信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团队 是可以设计策划偶遇的 而且你也心甘情愿的 付了这么多的钱 就像米娜老师说的 她最后也给你是 撕了所谓的偶遇啊 满不满意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而且你们又没有签协议 跟余老师不太一样的一点 就是我认为偶遇是可以策划的 比如说白娘子偶遇上许仙 对白娘子许仙 确实是人为制造的偶遇 所以最后成了天大的悲剧 但是我们先来听听 律师们的意见 能不能有可能把这六万八拿回来 来 从法律上讲呢 其实这样的一种服务啊 它是要签订书面合同的 你们之间没有书面合同 这是第一 第二 合同中没有约定出结果 换句话说 走到结婚为止 或者走到哪一个为止 没有特定的目标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人家在这一年内 他只要给你安排了 做了 满不满意 有没有什么结果 这两者你都操纵不了 因为你们之间没有这样明确的约定 甚至连多少次都没有明确的约定 所以从约定的角度来讲呢 你要想他拿回来钱 恐怕是很难 而况时间还没有到 即使到了时间 安排了这样几次 你向他要回来钱 情理上没有 法理上也没有 所以我认为对你是不太有利的 你都不知道他有没有资质 他这种经营对不对 这种方法都是什么人 把钱就给他了 也不用签约 也不用担保 就花几万块钱给了 感谢您老师 我觉得您说这个 我真是应该了解透了 把他们 掌握透了 有了证据 再去考虑六万八 要不要回来 要多少回来 甚至能不能更多的要回来 非常感谢老师 感谢 我倒是觉得呀 您不如坦诚地跟女儿说 妈这回呢 确实没想周到 但这六万八 哗出去了 怎么办 您女儿搞不好呢 还能帮你一起解决这件事情 然后俩人的关系 又能进一步 非常感谢 感谢 感谢各位老师 谢谢 通过经历这件事呢 我也醒悟了 我就是太过于爱女儿 有点心急了 应该给她自由的空间 让她自己选择另一半 我不应该大包大蓝 替她做主 应该跟她多沟通 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的 大家好 我姓熊 我来自杭州 请说出你的困惑 我公司在16年的 11月14号 买了一辆新车 在今年的5月18号 车子拉着我的客户 去应酬 结果车子开在 红绿灯下面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突然之间 把那个安全气囊 给引爆了 我第一时间 联系了那个4S店 把车也来拖走了 过了半个月的样子 就是4S店 给我一个信息 说为了不影响 我的正常使用 给我免费换一个 安全气囊 当时的话 我也是没有打引 这次车子 在禁止状态之下 气囊引爆了 如果在行驶当中 这个气囊 再继续引爆的话 那不仅仅是一个 气囊这个问题 可能会涉及到 我的神身安全问题 之后的话 我再继续跟他们沟通 到现在为止 他们也没有一个 说法给我 我想问问律师 就是说针对这个情况 我可以要求 4S店给我退车 或者说换一个车吗 你这个车是用公司的名义 购买的对吗 是的 车辆现在是停放在哪儿啊 5月18号开始 就是4S店 出走了之后 一直停放在那个4S店 那双方有没有协商 说就车辆进行一个质量方面的鉴定 我说要求4S店 跟他们的总部汇报 就是最好派那个专业人员 把那个车子的原因找一下 如果我不在场 或者说没有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之下 我希望他们4S店不要 就是单方面的话 对车子进行检测 之后的话 他给我说法 就是说车子不是由于质量原因 而引起的气囊引爆 他就给我这个答复 你的车在购买以后 进行过修理和维护 或者找过其他的店 做过一些配件的更换吗 这个车子 我在4S店是更换过一个电机 因为这个车子其实开的时候 这个小毛病也是有的 而且在6月初的时候 我还接到过一个 他们总部发过来的一个孩 就是说这个车子 由于刹车片的问题 要召回换刹车片 那么这个每一次的维修 或者更换维护之后 他给了你一个车辆性能的 最终的检测报告吗 他给我换了电机之后 基本上有个维修的单子 那我们就签个字 就把车子就直接开回来了 我们想这个故障排除了 那我们就开回来了 本身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交通事故 或者这个插碰啊 这类事件没有是吧 车子使用的半年多时间里 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啊 跟那个插碰的这些事情 由于发生了这样的意外事故 你们在使用的话 确实有一点心理阴影 是有这样的感觉 现在说实话 到心里还是有阴影的 有时候坐上这个车子的时候 心里老是在想那个事情呢 这一点我非常能够理解 但是这样的一种心理阴影 它不能成为退车的理由 现在看起来如果重新更换气囊 它不存在着技术障碍 那么从4S店来说 它能换而且也能修的状态下 它当然不同意退车了 关于这个问题啊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它曾经提出来 就是说给我免费换一个气囊 但是我是不同意 为什么我不同意呢 我是这样想的 你说我这个车子 当时在禁止状态之下 就是停在那里 红绿灯下面等红绿灯 这个气囊突然之间引爆了 那还好 那你说他现在给我换个气囊 那要是气囊换好 我在高速公路上什么地方 在发生类似的情况 那这个感觉到是很可怕的 第二个 你说他检测是他自己 自己派人来检测 那我心里肯定有顾虑的 你说这个运动员是他自己 你说这个裁判也是他自己 难道说每一次 您的车子有了任何的 比如说小的意外 小的刮擦 或者是机械故障问题 或者是出现其他的问题 您都还不要4S店 非要让厂家再派一个工程师 给您维修吗 所以对于您来讲 因为您阻碍了 这个4S店对这个车 进行的一个常规检测 那么可能才导致 整个事情无法解决呀 你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跟支援部门联系过吗 我跟那个消息联系了 就是那个资料监督部门 你不是消费者 你跟消息联系没意义 是企业主义 因为你是用企业的名义 购买的这个车辆 而且这车辆是用于 企业的生产经营 所以说你这个用不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也用不上汽车的这个三包 我说的是汽车 如果说有缺陷的话 它是可以召回的 这个部门是谁在管 是质量监督部门在管 我说你这个部门 你去投诉过没有 这间部门我没有去过 但是这个车子在全世界 他们汽软召回事由 就是车子发生了事故 碰撞之后 就是汽软没有爆出来 而我这个车就是说 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之下 那个汽软爆出来了 针对这个事情 我跟那个4S的 我也曾经咨询过的 那国外在召回的话 那我这车 是不是所谓召回的系列呢 它回到我就是说 这个不一样 即便是召回 也不是说给您更换一辆新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您也没有去相关的 管辖的主体 也就是质监部门 去进行说明或者投诉 导致你的事情拖到了现在 而且目前4S店 也没有说不给解决 只是说您提出来的 说你给我换一辆新车 我把这辆车退了 这个要求它没有同意 没有同意的原因是 这个事情的发生 是不是车辆本身 有质量问题没有确定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先要去确定 车辆本身是不是存在 一定的质量问题 导致你不能正常使用了 当然所有的人 包括我 如果车 买个新车 买个新东西 出现问题以后 肯定希望换一个新的 可是呢 在法律上来讲 是否能够退换 这个问题呢 把握上 是比较严格的 因此呢 你也不要纠结于 非要退了 或者换我一个 才能够成功 只要能够保证安全 恢复你的原状 包括赔偿 你这个阶段的损失 这也是法律上 最后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 可能要等 质检部门 给出你这个 鉴定的结果 看结果 我们再来商量 后面该怎么办 但是不管怎么样 请感谢熊先生 今天能来我们节目 对我们节目的信任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各位在座的 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的 我姓张来自北京 请说出你的困惑 我今年刚刚大约毕业 我家是沈阳的 然后从事着 是银行职员的工作 然后有一天 我在浏览网页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我的偶像的工作室 现在在招人 这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特别 特别好的一个消息 然后这边 我在他要求的网站上 投了简历 这边看完我的简历 给我打了电话 说让我来北京 进行面试 去了之后 他们看完我的简历 又跟我聊了聊 觉得我合格了之后 就让我交了 剧组的保密费 然后包括什么 健康的体检费 就要了我一万多块钱 他们把我带到了剧组之后 每一天给我的工作 就是演群演 甚至说演死尸 最关键的是 这大半年的时间 我留偶像的面 根本就没见到 而且他们一分钱的工资 也没给我 后来他们更过分的是 和我说说 你现在不仅要做 这些工作 你还要继续去招人 就是你还要招 这种艺人助理 如果你要是招不到的话 你的这个工资 肯定是没有了 而且你刚来 交的什么保密费 这些我们都不能退还 你就押金这些都不能 所以我的困惑就是 我请问 就是能不能告这家公司 就起码把我 交的这个钱 能拿回来 因为我当时 通过软件去应聘的 我能不能也告一下 这个软件 这个平台 现在这个招聘软件 关于资质的审核的事情 这一两天 其实在网上是轩然打播的 因为有求职人员 然后通过这样子的 求职的软件 然后去到对方公司 结果对方公司 其实是一个传销公司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求职人员死亡 到底这样的一个求职平台 是否要为这样的恶性事件 当然包括我们今天 这样的一个事件 负上一定的责任 所以请各位律师 可以开始问问题 这个事情跟这位艺人 真的有关系吗 这个招职 我也不知道 但当时我刚大学毕业 没多想 我当时就一个想法 就终于能见到偶像 就那种小女生的心情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正的工作室 在招人 入职以后 跟他们签合同了吗 我当时签了一个协议 然后是以他们公司名义 去签的 其实我当时也很疑惑 我也问过他们 然后他们当时 给我的答复说 是艺人 开了很多很多工作室 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公司 所以他这么一说 就是包括说 对于艺人的这个信任 就也让我打消了这种念头 那你合同的内容是什么呀 包括说每个月 提供给我的薪资是多少 包括我要有的一些义务 就是什么你要保密啊 然后随时什么 跟在艺人旁边啊 就这些 这个合同现在是有的 对吧 对方也盖了张了 没 不是 现在合同不在我这儿 然后交的那些费用 有收据发票吗 也都没有 就给了我一个收据 上面就写了以公司的名义 告诉我说一共多少钱 一万多块钱 收据上面有公章吗 没有 就当时只有那个公司的名称 钱你是转账的 还是现金交的 钱我记得当时我是转账的 因为我去的话 转给谁了 转给就是当时招聘 给我的这个人力的这个人 现在那个招聘信息还在吗 还在 因为他这种信息 就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是一年四季都在招聘 他永远都在招 你一听到了 自己喜欢偶像的名字 就不顾一切了 不分真假了 这就很显然 你不是去找工作 而是去追星 所以你已经放松了一切 本应该有的警觉和理性 另外 你虽然跨出大学校门没多久 但是我们随都明白 女妻应聘工作录取了 会要交这么多钱吗 还有什么保密费 建党费 你刚才还说体检费 如果他问你 收一个卫生保健费 你也会给的 我当时就问他了 我说为什么要交这么多钱 他跟我说 说你也交剧组 我们正在拍这个戏 还有可能外面有一些消息 我们不能对外透露 就是你是一人 姑娘 你这么好骗的话 以后真的要小心一点了 要编一些旅游 我告诉你 我不但地球的旅游 可以编出来 火星的旅游 我也给你编出来 真的 火星我有亲戚 我告诉你 这个事我听到现在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诈骗行为 那个公司不仅跟你了 还跟很多人 大概都签了所谓的合同 这个合同如果说是一种劳动合同呢 你付出劳动 他给你报酬 那就是属于劳动纠纷 但诈骗的行为 那就是绝不会给你钱 他是冲了你这一万多块钱来的 所以他当然就不会给你钱 至于说叫你付出的这样那样的劳动 那也就是一个障眼法 是他诈骗的一种手法 我劝你呢 你联合一下跟你一起的 类似的这一些人 到所在地派出所去报个案 我再提一个行啊 是这样 我们说现在有很多招聘遇到骗子的 那记住这个发招聘公司的这个名称 我们有一个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的 这个查询系统 在这个里面能够查到 所有正规的在工商登记的 这些企业的信用信息 那查了这些信息之后 首先要确认是不是真有这家公司 第二的话呢 要查这家公司登记的这些地址啊 网址啊电话 有了这些信息之后 我们打电话去核实这个公司 是不是在发招聘信息 这样的话确定它的真实性 之后呢我们说在面试的时候 但凡让你交钱 让你交押金 扣你身份证 扣各种证件的这种公司 这种招聘就不要再继续下去 能跑就跑 跑不掉的话就是想办法 假装服从也好啊 或者怎么样之后 出来之后就报警 把这个损失再要回来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像在这种招聘平台上 刚才我们说审核这个公司 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公司 有没有真实的在招聘 这难道不应该是 这些招聘平台该做的事情吗 其实来讲招聘平台 它在发布这些信息的话 它是提供的一个平台中介服务 是 那么它其实是有义务来审核 所发布的这个信息的主体资格 和这个信息的真实性的 我在这里想跟所有 其实追星的女孩男孩们说一句 就是艺人要找助理的话 她通常呢不太会公开招聘的 据我所知 她首先肯定要有一定的工作经历 然后熟人的推荐跟介绍 要确保这个人是真实可信的 所以你了解了这个以后呢 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 不要再有太多的想法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你们 今天来到现场 老师告诉我说 我怎么样 起码说可以先把这笔钱要回来 同时呢也给了我一些 关于法律方面 非常权威的一些意见 所以这是我今天 收获到最大的一些东西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也感谢主持人 需要和各位观众强调的是 我们律师所给出的咨询建议 完全基于求助人所讲述的内容 仅代表律师个人观点 不能作为影响法院裁判的依据 如果您有法律上的困惑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到顶级咨询微信公众号 我们将竭力为您服务 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的 各位老师好 我姓刘 来自河北 请说说你的困惑 我和我媳妇呢 是在大学时候 相识相爱的 然后大学毕业以后 我们就准备结婚了 但是他爸那时候 要十万块彩礼 但是我们家情况是 当时确实拿不出 这十万块钱 然后我就想 毕业以后吧 工作几年以后 把这钱挣够了 我们在谈结婚的事情 但是三年后 我这钱还是没有攒够 但我媳妇啊 当时说是特别着急 想跟我结婚 然后她给我出了个主意 说那个 你可以向我爸 借十万块钱彩礼 然后到婚后 再慢慢还给他 我老丈人当时也很高兴 就是觉得我对他女儿 也挺好的 而且十万块钱借给我以后 我还打了个欠条 结婚以后老丈人 把那个十万块钱 又给了我们 说是让我们补贴生活用 但是今年呢 我发现我这个媳妇啊 她在外边有别人了 我当时一气之下 就提出我离婚 我媳妇说离婚可以 但是说必须要把之前借我老丈人这个十万块钱要还给他 而且婚后我老丈人我这十万块钱 一分钱也不给我 现在我想问一下四位律师 就是我该不该还这笔钱 而且呢 婚后这十万块钱算不算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这个钱还在你们账户里存着吗 还是已经消费了一部分了 就是一直是我媳妇保管着 我媳妇说 她把这个钱消费了 买包啊买衣服了 就反正我一分钱没见过 那当时您老丈人给这十万块钱的时候 是怎么给的呢 是给的现金 还是打到了你们谁的卡里 当时给的是卡 后来订婚的时候 我去给再送这个钱的时候 给的是十万块现金 这十万块钱给了你老丈人之后 然后老丈人说又给你 爱人了对吧 对我们俩结婚以后 他就是把这个十万块钱又给了我爱人 怎么给的 就是他最后也是给了卡 给了卡 是谁的名啊 当时卡直接是他的卡 然后就倒到我爱人的卡里边 一方联盟 当时这个钱是为了娶媳妇的 对不对 对 你也娶到了 然后这笔钱呢 你也是借了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咱不管老丈人婚后有没有给你们一笔钱 作为补贴 但是这个欠条的事又一码归一码呀 所以您该还这笔钱啊 但是这十万块钱 后来我一分钱没见着呀 你管他是谁花了 你乐意让你媳妇管钱那时候 起码你得让我知道 而且这钱是现在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闹离婚 但是你说你这个钱 而且一分钱还不给我 因为毕竟这十万块还是在我们结婚之后的钱 你岳父现在还承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吗 他现在不承认 因为要闹离婚 这个当时你岳父曾经表示说不用你们还了 不用你还的时候 你怎么不把那个借条拿回来呢 因为当时说不用还的时候 压根都没见过借条 结果现在这场借条在你手里了吧 对吧 对 你妻子现在拿着借条为你要钱了吧 是 我们说现在还钱天经地义 人家手里还有借条 你当然应该还钱啊 但是我这里有一个想法 你看你妻子违反了婚姻忠诚原则 你也要求她赔偿你十万块钱 然后十万抵十万 把钱抵消了 然后把婚姻也抵消了 这样吧 我们来听一听这两个十万块钱 在你们离婚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分割好不好 来 在这里边有三个十万块钱 咱说一说它的顺序 说一说它的性质 转了三首 第一首是从你岳父到你们手里 对吧 第一首 这个时候他是为了说把这钱借给你去做彩礼 这十万块钱是借款 而且是你的个人婚前借款 对 第二首呢 就是你把这钱拿变成了一个现金 交到你岳父的手里结婚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彩礼钱 彩礼钱给了以后 如果说你们已经登记结婚 在一块儿共同生活了 就不能往回要了 老丈人在收到这十万块钱之后 又转手又给了姑娘十万块钱 给这十万块钱应该是属于对姑娘的赠予 或者说对你们两口子的一个赠予 那这是一个赠予行为 赠予行为完成以后 没有特定的情况出现 这也不能往回撤了 那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彩礼给过了之后 已经发生效力了 赠予行为给完之后 也发生效力了 最后就剩了这一笔了 就是欠款 欠款还在 对方没有免除你的义务 那你就得还这个欠款 这十万块钱 必须得还 而且是你的个人婚前债务 是因为这是婚前借的 至于说婚后的这部分十万块钱 妻子是买包了 去进行了消费 那么如果说正常的 日常的一些开支 那她消费是没有问题的 即使说她花了 是没问题的 谢谢 谢谢 也就是说十万块钱是得还 那那十万块钱 如果妻子花了的话 那恐怕也就无从分歧了 所以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共同财产吧 好 谢谢 谢谢高老师 回居以后不管是走离婚诉讼 还是我们个人协商 我觉得按着律师 他们给我的建议来说 先把人钱还了 我觉得很多是理性的东西 和感性的东西 不能相结合 还是按法律正常的秩序去走 非常感谢 这个节目今天对我的帮助 其实咱们几句话 我感受很深 我们现在到了 大律师回答小问题的时间了 我们来看看 这一期节目 有什么样的小问题 需要我们大律师来解答 我们来看第一个 网友星辰提问 我有一个同学结婚 我们班的同学 就挨个给了份子钱 可没想到的是 婚礼刚结束 他就把我们全部拉黑了 班群也退了 我想问一下 这样算骗钱吗 不够道德 但肯定也不是骗钱 因为他们本身是认识的关系 婚人家是真结了 份子钱也是心甘情愿给的 婚礼结束了 这个给钱的这个意义 也就结束了 骗的角度来讲算不上 就当没有这个同学了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小问题 网友爱情维修站提问 我通过网上司法 竟拍了一套房子 交款的时候发现 房子疑似被法院查封了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 对过户是否有影响 这个的话是要看 是哪个法院查封的 是什么案子查封的 因为我们说法院在 在执行的时候 它之前会采取查封程序 然后把这个房子封掉 然后再进行去拍卖 那这个时候的查封 是能够解开的 没有问题 但如果说是后边 被轮后查封了 或者是又被另外的 法院查封的话 那在这个解封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也不至于说 它的这个竞拍就不成功了 或者说是过户 最后可能过不成的 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没有 因为他只要交了这个钱 这个价值已经变现了 那么后边的执行就能够继续了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可以过户 还有一个就是参加 不管是司法竞拍也好 还是竞拍也好 一定要自己去查验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到顶级咨询 微信公众号 我们将竭力为您服务 想要更好的生活 就要学会用法律解决问题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